在山西省新州市武寨县 有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名叫李嘉敏 别看她年龄小 却身怀一项惊人的运动本领 年仅六岁的她 可以连续后手翻110个跟头 一分钟可以后手翻近90个 她从四周岁三个月 我记得特别清楚 看着她拿手机 老师就看着翻跟头的了 我说你是不是小学了 说爸爸我就小学 我说那行 我说老爸教你呗 因为我也会 我小时候也是锻炼武术的 第三天自己就会下腰 改下 关键是她胆子大 就脑袋不怕破就下去了 她翻第一个后手翻是六个半月 翻第一个后空翻是十一个半月 李嘉敏既胆子大又不怕吃苦 在父亲的指导下 她的技巧越来越娴熟 身体素质越来越好 性格也变得更加活泼外向了 采访中小嘉敏向记者 秀出了她的马甲线 她每天就是刚开始 就是热舌用动 热舌就是软翻 软翻完了 倒立 倒立 劈叉 下腰 完了就是翻跟头 她的翻跟头就是 一般就是空翻 后手翻 现在就是说随便 索学的领域答题是什么 简直 斗爬虎之间全学 虽然对这项运动有浓厚的兴趣 但对一个六岁的小孩子来说 也难免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为此 林二同给小嘉敏设定了一个目标 挑战吉尼斯世界记录 她刚开始特别喜欢 是直到后来有一段时间 就是去起超队锻炼了一段时间 回来就不行了 她就觉得好像是不想 继续坚持了 对不想坚持了 后来又开始想挑战吉尼斯记录以后 她的一心就是说 我绝对要拿下吉尼斯记录的证书 现在反正她就是每天都在坚持 尤其现在坚持呢 她后手翻现在已经上过101 一口气翻过101 最高纪录 吉尼斯记录是一分钟50个 我姑娘随便 57秒就翻85个 因为一段练习的视频 李嘉敏在网络上走红 现在她已经被很多人熟知 李二同介绍 小嘉敏现在原地后手翻可以做89个 非原地后手翻可以做110个 有这样的成绩 很多院校向她投来了橄榄枝 山西是特远奔冲队就是四队 王教练看到我孩子优秀 就是特招的 王教练不是看到咱们的家庭也不行 都是免费的 让我孩子去学 我只是想着先让她把吉尼斯记录拿下以后 就是把证书拿下以后 慢慢地就有各大就是起销了 就是说有专业的队伍 适合她呢 就是说体操方面 可以考虑一下 oilsYii 이家 Thirty goddamn 你今天的计划 若子 Num aud Welcome to H although ples argu 宫 спрос